三個在市館內的中國記者死亡 二十幾個外交人員受傷 美國指事件是意外 但北京就說是有預謀的襲擊 事件觸發全國各地 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成都等 三十幾個城市的大規模反尾示威 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 被學生斷石頭和玻璃盡 在其後幾天 全國各地都有大規模的反尾示威